大家好 今天是6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港股也有些突破 最近的市場也挺有趣的 我想大家聽很多坊間的說法 就是這個恆子 之前的時間跌穿十天二十天線 可能是比較偏弱 突破又算是好 但是這幾天的時間 基本上又穿一下又突破一下 如果以整體上市場的氣氛去看 今天是有些不同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市場是升了什麼 就是升了匯控 但匯控為什麼會這麼強呢 是有得解的 其實這個地方 就可能要帶回少少少今早的時間 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今天早上 美國聯儲局那邊 因為他們會做一些大型銀行的壓力測試 基本上美國那邊的銀行 全部都通過這個壓力測試 通過完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有很多的銀行 包括大家熟悉的 例如JP Morgan Citycorp 這些 他們全部都宣佈了 會加大回購的力度 以及會加大排息 所以在美國的道市 昨晚 基本上是受金融股支持之下做好的 甚至乎在我們叫做after hour 即是在盤後 基本上那些交易都還是升了 所以匯控 你說今天 有這麼好的表現 這個是正常 而且大摩也吹笛 也是唱好它 而且他也說了一個數字 也挺厲害的 就是說 其實你說 因為匯控 他現在有的資金 趕到19年的時間 之前 基本上有大概400多億的美金 他可以用來回購 或者用來排息 基本上他的資金都很充裕 所以他的價格 你把這一段時間夾得上來 是正常的 而且不要看小 今天匯控升這些 今天的銀行指 升大概是200點左右 但有一半左右 都是來自匯控的 所以你可以說 匯控升 市又是跟騰訊一樣 就不會差的 那你再想一下這個情況 如果假設 匯控又升 騰訊又升 的話 市都真的難跌 就是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你說 再下半年的情況 就是說 因為當你這個 叫做 騰訊 匯控做好 如果你說 假設A股也不差的話 整個大股的行程 其實在下半年的時間 應該都會比較理想 其實這件事 正正是我想說 就是在下半年的時間 之前說了 美國 英國 或者歐洲 那邊對於廣股的影響 其實這件事 反映了 好像外圍的因素 還有就是 假設 中美的情況 都不差的話 廣股也不會太弱 特別是 像現在 銀行股 加這個 科網股 依然有這麼強的表現之下 你恆指 就真的 似乎 要沽下去的難度 是存在的 所以歸納以上的農點 你可以說 下半年的市場 情況 是樂觀的 我想都是樂觀的 而且我自己看好是 A股的行程 所以你說 有什麼版塊可以買呢 當然 科技股 首選來的 次選 其實是 中資的內地券商股 因為 A股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另外 中人秀 受險股 也會受益 A股的行程 另外 醫藥股 環保概念股 其實都會做得比較好 當然 現在 像匯控這些 國際金融股 我也會再看看 他們的情況 因為 有個變數 假設油價 再有個比較大的波動 我擔心會重演 上年年初的時候 有些銀行股 好像渣達這些 都有一個比較差的表現 所以 也要來這個因素 不過 過了一個 我覺得 過了中期的業績 當大家可能檢視 個別公司的情況之後 對於下半年的投資環境 更加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方向 我想 如果再要說 今晚 或者今晚的時間 因為 這一陣子 沒有什麼數據 明天就好像有 PMI的數據 即是內地方面 但我相信 現在的市況 都不會太看 這一點 甚至乎 你說 要破26000的話 應該是不難的 不過 我相信 明天都會比較 拉腳味道比較重 所以 大家明天 都可以密切留意著 剛剛提及到 這些板塊的情況 特別是匯豐 匯控 我覺得 今次的升浪 未完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匯控 我自己看 是72元 今天就破了這個位 但是 我覺得 它的股價 似乎這一轉的時間 應該是不至這些水平 所以 有貨的話 建議大家 先拿著 今天就說到這裡 明天就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拜拜